9月21日晚,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20票对211票通过了一项临时拨款和债务上限法案,以确保联邦政府有足够资金继续运营到12月3日,同时暂停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生效直至2022年12月,即允许美国财政部在这段时期内继续发债。 该法案在众议院过关,朝着阻止可能发生的经济灾难迈出了一小步。此前,美国财长耶伦敦促国会提高或暂停美国的债务上限生效。如果国会不迅速行动,联邦政府在今年10月可能出现债务违约,并造成影响广泛的全球性经济灾难。 根据立法程序,该法案将提交至参议院审议,需获得60票以上才能通过,但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表示不会投票。 美国总统拜登9月22日举行新冠峰会,他在开幕致辞时表示,美国正在加购5亿剂辉瑞疫苗,准备捐赠给中低收入国家。 明年9月前就会出货,这将使美国总疫苗捐赠量超过11亿剂。 美国与欧盟成立疫苗伙伴关系,紧密合作扩大全球疫苗普及。 此外,拜登还宣布,美国将投入额外的3700万美元,协助全球运送并施打疫苗,提供超过3800万美元,协助全球疫苗免疫联盟,以促进疫苗的区域分配。 9月22日,美联储如期宣布维持利率在0%至0.25不变,但暗示升息可能比预期稍早,同时大幅下调今年经济前景。 大多数成员现在认为第一次加息将在2022年发生。 今年6月,当美联储各官员上一次发布经济预测时,略多于一半的成员认为第一次加息将发生在2023年。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,如果经济继续取得进展,可能很快就会保障美联储开始缩减购债。 渐进的缩减购债将在2022年年中左右完成。 他重申,通胀正在上升,而且可能会持续几个月。 如果通胀仍高于预期,美联储将做出回应。 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后,美元重挫。 据近日美国9月21日的报道,截至9月15日,在全美25个州中已有127人感染沙门氏菌,住院者达18人。 CDC表示,正在调查此次疫情的源头。 卫生官员正在向患者了解在其首次出现症状的前一周吃了什么食物。 CDC称,实际患病人数可能要高得多,一些最近出现的病例可能还没有被报告,因为需要三到四周的时间确定他们是否属于此次疫情爆发的一部分。 最近,Costco又开始警告部分消费者,他们的厕纸订单可能会延迟发货,这引发了人们对供应短缺的担忧。 目前,即使在Costco官网上购买厕纸,也会限购一包或两包。 而美国最大的厕纸制造商保洁公司正在加快生产,并让工厂不停地运转,以满足不断飙升的需求。 多种因素正在引发美国及其他地区的供应链问题,包括高需求、工厂和农场的劳动力短缺,运输延误和卡车司机短缺。 受影响的产品包括冰箱、鸡翅和可口可乐等日常消费品。 新冠疫情导致半导体和芯片的短缺,令新车很难买到,二手车价格则飙升。